就是这个80端口还有443端口以及这个8080端口 这三个端口呢主要是用于http或者是https服务的端口 其中443端口呢是主要用于https 就是属于这个加密的上网浏览 但这个加密呢它跟这个VPN的加密是无关的 比如说有一些在线的支付网站 类似于像是支付宝啊PayPal啊 它呢是走的是443端口 80端口呢就是非加密的一般的网页传输 是走的80端口 然后它说的这个封锁80端口和443端口呢 这个其实这个并不太可能 它应该是对这个消息的一个误读 因为说是如果完全封锁了这个 就是说用户的80端口和443端口 导致的结果就是说用户没有办法访问任何的网站 它有这样一种可能 就是说它的这个公告的原因 一种可能呢就是说是这个 使用户自己不可以自行的开放这个 他自己电脑的80端口或者443端口 来供这个其他人访问 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这个网站可以强制的备案 因为在中国境内的网站呢 目前来说是有这个备案的制度 但是这个备案呢目前仅限于这个在机房的服务器 之前呢有一些人就是说是他们可以拿自己的电脑来做这个服务器 直接拿自己的电脑来架设网站 因为他们不是透过机房 因此呢这个备案呢是很难这个监管到的 然后这些人呢之前是用一种叫花生壳的这个软件 进行这个动态的域名解析 因为一般的这个宽带用户 他们的这个IP地址是不固定的 透过花生壳这样的软件呢 可以就是说在这个用户每更新一次IP地址 因为宽带用户如果说是 就是说是断网重新连接的话 他的IP地址就会有变化 而不会像机房 他的网络再怎么样的连接 他的IP地址都不会变化 然后透过这种动态域名解析的软件呢 他们可以就是说是 在这个IP地址变化以后 也能够把这个IP地址解析到域名上去 但是在多年前呢 花生壳就已经规定说 如果要使用花生壳的服务呢 这个域名必须备案才可以 但是呢也有一些用户 可以有其他的办法规避 比如说使用国外的一些动态域名解析的服务 或者呢是索性就是每次这个 这个断网IP地址更改以后呢 就手动的去更新这个域名所对应的IP地址来规避 这个规定呢出现以后 这个规定呢出现了以后呢 可以完全的这个封堵住 就是个人用自己的电脑来架设这个 来架设网站 就强制的是这个 就在国内的中国民众 如果要这个自己做网站的话 必须去租用这个服务器 然后这样的话呢 服务器也就必须要进行备案 其实它就是说为了加大一个监管 如果自己只是上网 自己并不是做网站的话呢 这个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